儿子的骨灰被冲下了臭水沟 但母亲就在旁边却无能为力 记录这一幕的剧组 就是曾拍下《我不是要神》的国内知名电影的人 他们遭到了境外电炸集团 一次次公然的死亡威胁 电信诈骗不到十年 已经从网络段子当中拙劣的笑柄 变成了弹指色变的人间黑洞 2016年山东林姨女孩徐玉玉高考后被骗走了大学学费 绝望中心梗去世 同年广东惠来的19岁女生蔡舒颜 同样被骗走了学费 跳海自尽 两起悲剧的拉开了持续至今的全民反诈大行动 截至2022年年底 破获电诈案件100多万起 抓到犯罪分子150多万名 冻结涉案金额近万亿 劝阻9000万名受害者 追回经济损失近3000亿元 可同时手机里的诈骗来电依旧响个不停 这几天的电影《孤注一致》热映 放出了更多不为人知的内幕 有个母亲儿子18岁 一时糊涂被骗到了棉被 只等他去收尸 得到的却是一桶脏水 猛然地浇在了仍冒着热气的故事上 咱们中国人最讲究落叶归根 可是在棉北呢 即便亲人见到的只是骸骨 那都是幸运的 更多的人要么生死不明 要么生不如死 很多人都在问为什么 因为种种原因 电诈集团的真实套路是不能够被公开的 而《孤注一致》在无数次的删减修改之后 终于让所有人窥探到了 电诈集团的心机与套路 电影告诉你原曲老板仿造了古代的千门八将 将诈骗组织分为正体反托 烽火除遥八个公众 有人开博彩网站 设立杀猪盘 带你炒股炒币 有人用激将法刺激你入局 还有人收集情报 监控舆论 散布谣言 甚至装警察 让你配合调查 还用AI换覆面孔 换个借口 将受害者拉进更深的现金里 在短短几分钟内 就能够将对方的一生积蓄 分散到数千张银行卡中 各种数字货币 如果久经互联网的你嗤之以鼻 还试图调戏电炸分子 殊不知 电话那头不是八个人 而是上千家组织严密的公司 与几十万人组成的 没有感情的流水线 听起来够触目惊心吧 可按照导演的说法 他们已经隐去了大部分的细节 因为对方正时时刻刻地 监控国内的新闻媒体和社交平台 通过各种方式引导舆论 浑水摸鱼 听到这里 你还在为此前电炸团火山视频 加零赎金放人而感到幸运吗 深思之下 只有为对方心思之缜密 手段之灵活 应变之快速而感到后怕 就在你还以为电炸 只是一群穷凶极恶的坏人时 孤诸一致这部电影告诉你 底层的狗推 性感的核观 残忍的打手 甚至是一边杀人 一边拜佛园区的老板 所有人都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财迷心窍的底层 有人被旗根斩断手指 有人被慢慢地打断四肢 有人被电到全身没有完好的皮肤 更多人则无处葬身 直到生命的最后 都得不到哪怕片刻的安宁 而马仔不听话 也会被毒打电棍水行 甚至会被当作畜生一样转卖成糊 管理层看似高高在上手握身杀大权 可他们也不过是上层大佬的手套 随时会被丢出来当墙 为了拍下这些画面 孤诸一致的导演 从几年前就开始筹备 可是在境内外走访中 他遭遇了各种威胁 甚至有境外的IP在评论区留下了威胁和恐吓 你不够真实 来这里我带你体验 挑逗威胁夹杂着傲慢与引诱 仿佛只要你一旦上工 就别想走出丛林 电影中被骗的女孩 跳窗跑进了警察局 却被警察送回给了打手 而咱们的解救人员 也陷入暴徒手持棍棒 燃烧瓶的威胁 要不是地头蛇华侨出面 办案小组甚至会当场丧命 人家说的很直接 你们来了 他们的饭碗就没了 因为孕育这个荒诞现实的是更荒诞的缅北 缅北紧挨着金三角 小小的地盘上三千多个村镇 十几路军阀割据 前几年 缅甸军政府发起内战彼此打成了一团 而趁乱崛起了电炸 就成了奢靡生活 与战争军费的开支来源 在人均月收入几百块钱的山沟里 炒出了上万的房价 电影中有一句可以查到现实根据的台词 电信诈骗的金额高达上万亿人民币 而缅甸全国的GDP还不到人民币四千亿 不同派系的武装头头会给电炸员开业剪彩 还会为抢夺电炸人才火拼 每当有一个中国家庭被毁灭 还会放鞭炮庆祝 骗几百万就放几百响 破亿则直接放烟花 汇聚在一起 一个又一个中国家庭的毁灭 变成了彼此仇杀的炮火 已经八年多了 今天才有了一部尝试揭露电炸内幕的电影 有人说他不够严谨卖弄于噱头过多 甚至可能不值一张电影票 但正如豆瓣的网友所说 这也许不是一部好电影 但却是一部好的反诈宣传片 他告诉你 那些深陷地狱却藏在每个人电话那头的恶鬼 正在为自己的解脱 拼尽全力的寻找 一个又一个的替死鬼 关注小瑶 知性理性 更懂人心 感谢观看